高鴻安這件事現在鬧得滿層風雨了 不過那是有聽高鴻安的人喔 除了他剛才說的嘛 柯文哲就不敢了啊 所以現在恐怕還要接濟他過日子等等 另外青皇 其實我有看到新聞喔 說這個有一群他們自稱自己是新竹市民的網友 有在發起募款喔 說要在新竹的劇城前面 播放高鴻安這一年多來的政績影片 就是要力挺到底就對了啦 咦 真是有這種事啊 青皇 當然有啊 力挺高鴻安的兩大主力 第一大主力當然就是柯文哲 跟他們民眾黨的立法委員嘛 包括像陳佩琪也支持他上訴嘛 那你可以看到第一大主力是這些人 那他這些人的態度等一下我們再講 那先講你剛剛所提到的第二大主力 就是在新竹地方的部分 那新竹地方的部分呢 有一塊跟冠婷等一下會談的東西會很相像 但是另外一塊就是高鴻安在競選過程中的時候 一直有個所謂的空橋群組在支持他 然後這個群組就是說他們在集資 要在新竹的劇城百貨那邊買一塊廣告 看板架起來然後力挺高鴻安 那這件事呢為什麼一開始看的時候覺得還好 後來越看越弔詭 那為什麼越看越弔詭 第一個這個群組是在選舉的時候支持高鴻安的 第二個在選後呢 這個群組其實在講的是什麼 是一直在談說他們在新竹就是官埔重挖區那一邊 等於說那個馬路那邊要架空橋 就對那個東西他們對那很有意見一直在談這件事 可是你一個談空橋群組到最後已經談到這市政那邊來很奇怪 已經歪掉對不對 這兩天歪掉最新進度是他們因為要架這個挺高鴻安的看板 要錢 要錢是不是要有帳號匯進去的地方 結果呢這個四叉貓去查這個帳號 一查發現不對啊 這個帳號怎麼看起來怪怪的 為什麼怪怪的 這個帳號是新竹市政府的員工轉帳的銀行的帳號啊 蛤 新竹市員工的轉帳帳號 新竹市府員工喔 新竹市府員工的轉帳的銀行的帳號 結果呢這個件事情呢 人家一質疑的時候呢 好 廟了 廟在什麼地方呢 這群組裡面呢就有這麼剛好 就有人直接貼進去說 哎呀我以前呢 曾經在新竹市政府的小服務一段時間 現在已經沒有在裡面了 意思就是呢 雖然這個帳號這麼剛好 跟新竹市政府轉帳的銀行是有關係的 但是我本人已經不是在裡面了 可是呢 這個話越講 大家當然就越看越奇怪嘛 就越瞄越黑的感覺 那就是在大家在懷疑說 是不是你現在高安市府團隊裡面 這群人本來就在幫你主導網路風向 然後在這個時間呢 在大打一個高鴻安秀政機的狀況 但秀政機自己講就變老王賣瓜了嘛 所以轉一圈透過 看起來是支持群組別 把人家說 這個看起來比較有說服力嘛 所以大家都會質疑這樣的問號嘛 但最後直接證據能不能連得起來 這是另外一回事 只是這群人力挺高鴻安 這絕對是事實嘛 這力挺來源是什麼 這又是另外一件事 那第二個力挺高鴻安的 現在我要談的是什麼呢 是柯文哲跟民眾黨的人 在挺高鴻安的時候 坦白說你要有說服力一點嘛 對啊 是 公委也要靠邏輯也很好 柯文哲看起來是心很亂 睡不著覺 然後講說這個高鴻安這件事情呢 我們沒有保護好年輕人 奇怪 年輕人就不知道貪污這件事情 而且高鴻安年紀 也不能叫年輕人了吧 高鴻安現在年紀在將近40歲上下 用年輕人來形容很奇怪嘛 他也在業界打滾過一段時間耶 是嘛 40歲了 好啦 明佑你也是年輕人 沒有掐權 所以柯文哲幫高鴻安的辯護方式 感覺是很糟糕的方式嘛 聽起來就很薄弱啊 是 然後但是更糟糕的方式 是民眾黨的立法委員張其楷出來說 這個內政部 你們停發高鴻安辦薪 你辦的薪的這件事是違憲的 然後說內政部的這個狀況 這個是有問題的 支持高鴻安要打行政訴訟 各位看一下 這個講法讓大家覺得說 這個我不滿內政部停發 他辦薪這件事違憲的這個講法 我跟你講哪裡錯 告訴大家 第一個 這個是你是立法委員 立法院法治局的資料 自己去看 立法院法治局的資料 怎麼告訴大家的 公務員依法停職是得領取辦訴本縫 那得這件事是可以也是可以 不可以 那是由主管機關來裁 那為什麼要主管機關來裁 注意看裡面這邊寫什麼 這邊告訴你 因為公務人員違法失職的程度有別 大家總共不一樣 所以告訴你說這個部分呢 是可以發可以不發 是由機關機關首長來評量說 停職原因跟相關情勢 然後發放與否是主機關長官視察狀況 然後看需要要不要考慮說停止發放嘛 所以這裡注意這一句話喔 並非所有停職人員都應該發給辦訴本縫 這是立法院法治局的資料 所以這個地方 你法治局的資料都寫在這地方 請問到底是違憲在哪裡 請問到底是違憲在哪裡 而且為什麼要試狀況 因為公務人員不是每個人停職狀況都一樣 公務員也不是每一個薪水都有1400萬以上 所以1400萬以上我們剛剛所講的 不是每個人都這麼有實力的好不好 是 我舉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有些警察遇到狀況 比如說他被人家檢舉或是幹嘛 他被調查 調查的時候停職 停職的時候警察沒有收入 他像你高宏案一樣 都有1400萬以上財產嗎 未必吧 所以這個時候長官就要衡量他的狀況 看要不要考慮給他半薪嘛 那身亡會在過頭 是嘛 要不然他生活要怎麼支撐 但高宏案不是啊 你從監察院的財產申報 而且奇怪 你們民眾老師都不會看 監察院財產申報資料是不是 當市長 當立委都有財產申報 他財產申報 我剛剛所念的富邦銀行的存款 台灣銀行的存款 美元存款6萬1 這都是監察院他財產申報的資料 所以1400萬以上 那柯文哲如果還說 這個好可憐喔 這要怎麼樣怎麼樣 接濟要幹嘛 我請問你 有說服力嗎 要接濟的人可多了 可能很多人報名 想要他接濟 然後重點是沒有說服力嘛 再來給各位看第二條 他停職這件事 民眾黨幫他辯護理由更誇張 為什麼更誇張 民眾黨辯護的方式是說 他停職這件事不合理 他明明是當立委的時候被判 那為什麼他當市長的時候要停職 所以他要當市長有貪污 他當市長停職才合理 有這樣子講的 看要不要看地方制度法怎麼寫 他寫了看法條 地方制度法第78條 告訴你縣市長怎麼樣呢 這個有下列情況之一的時候 就由行政院內政部來停職職務 然後這裡面其中之一就叫貪污 那停止職務這件事 有講說貪污這件事 僅限市長任內 立委任內不算 有這樣講嗎 那法條都沒在看 民眾黨立委 對於民眾黨立委 我覺得實在是很無言 第一個 財產申報資料你可以看得到 第二個 第四方制度法自己查查得到 第三個立法院法治局的資料 拜託看一下好不好 三大來源都不先看一下 然後忙著跳出來 蝦庭 我用兩個字形容叫蝦庭 蝦庭的結果是什麼 是你就鬧更大的笑話而已嗎 這種狀況對高鴻安有幫助嗎 顯然我覺得 他們亦不再對高鴻安有幫助 而是希望能夠減看看 高鴻安的鐵粉 可不可以轉來自己這邊 變成我的粉絲 流量考量跟粉絲考量 是大家打質疑最後的原因嗎 這個高鴻安的事情 國民黨現在看起來是高鴻安 這個白色力量 民眾黨的友軍 韋傑議員 我們先等一下 這邊我聽一下 我們這個新竹的這個前輩 我們請教一下 溫大哥 剛才其實大家講了 包括民眾黨現在 真的要繼續挺到底嗎 真的要繼續下去嗎 我先幫林介佑喊冤 因為那個照片 這個不是是不是 這樣給大家喝一下 不好意思 所以媒體人不是這個 我是介佑哥 他也是媒體人 他以前是民事創辦公會者 這是我們的 我們的叔父 這個跟各位觀眾朋友說一聲不好意思 他當到的新北市副秘書長 跟新聞處長 所以李繼光 當然他是跟齊凱過去同志 他講那些是重話 當一個記者最怕的就是變成這樣罵 他說你是去這裡 你是住在那裡頭痰的 你是黑白色 黑白目的 齊凱過去的民生非常好 你沒有必要為這一個高峰安 下去躺渾水 其實他不需要說這些話 沒有啦 吃飯多餓 不然沒人叫你出來 你看黃三三九 黃三米 你一夕之間 整個崩盤嘛 而且是你的同事 老同事 你的老長官出來講你 對 我就拍攝說民眾黨 整天這八個都糟糕了嘛 所以提到高峰安 講實在我一直聯想到的是這一位 他比陳文倩還厲害 真的 陳文倩這個是LKK的 高峰安這個是新世代 講話說謊話都不會臉紅的 這一種這一種日世代的這一些 文大哥他現在有一個理直氣壯 感覺他沒什麼不對 人家在做天啊看啦 這句話啦 我心裡的人 我感覺很難寫 就非常的難過 聽各位說話說心裡的 有的沒的 真正要看著要看這一種嘛 看美國的危機揭秘 到時候誰說什麼 誰講什麼一清二楚 包括李登輝不甘寂寞 李登輝今天過世四周年 你如果看到說危機揭秘也提到了 歐利桑過去說什麼 對不對 這個才是正版 週刊講實話看看就好 因為我始終覺得啦 高峰安的事情只要看報紙啦 因為週刊到明天才出來 我覺得各位節目也厲害 馬上就知道說繼續迷移 那報紙怎麼登 其實 現在都有電子報啦 這個都是先上網路了 對啦 他們要先打邊鼓嘛 然後節目一播 所以大家我都已經跟書店說 先給我留兩套 先給我 沒辦法 所以你要曉得 法院果真是民進黨開的 這個都是後遺症 高峰安判決敲刑的藍白陣營 提到內政部的等等 這一些有的沒的 這一些事實上報紙登的 你只要報紙發十塊錢看 一目了然 報紙的公信力比雜誌週刊還更深入 更有公正性 當然啦 你現在說到這個高峰安的事情 我覺得說新聞界 大家這樣整棚這樣拖下去 沒完沒了的感覺 一句話 很多人在做天下看 你不要以為凡事走過沒有 沒有什麼痕跡 會留下痕跡的 絕對有 因為這些人 這些人 如果說連台灣的國安局長 他當時在辦論文門的時候 連新竹市調查站一個調查員 他都沒辦法讓他的照片曝光 或者他的論文拿出來 跟林志堅對比 你就可以曉得說 台灣到現在 這一個系統還存在 這個系統無所不在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些 知知覺覺 我覺得都是放風 放風放到什麼程度 就看新竹市政府 這以前的新竹縣政府 他們內部 你說現在姓邱的副縣長 你也是民眾黨派進去的 你要善後 我勸你趕快自請辭職 現在有來自新竹市政府 現在還有傳出一個消息了 現在已經是第八個一級的局處首長 第八個高官請辭囉 都發處長翁藝芳 轉聘顧問 這是高鴻安 他從這個去年 從民國111年 10月25號上任以來到現在 這已經是第八個高官請辭囉 所以新竹市政府現在這樣看起來 真的是裡面感覺起來也是風雨交加 感覺裡面很多的問題 不過我想請教一下這個韋傑議員 因為現在有這個包括這個郭正亮 其實很多人啊 包括網路有很多內幕消息說 一直有人在勸進高鴻安 是不是自己想啦 自己想好通趕快死死的 這樣勸退啦 勸退勸退 這個是不是要以退為進還是怎麼樣 大家也可以再想想 只是會覺得說現在那麼多人希望他 你12月25號之前趕快辭的話 接下來說不定還可以 這個新竹補選還有機會啊 那藍白看要怎麼喬 看要怎麼合 是不是都還有得談呢 請教議員 但我覺得這個事情要分兩個層面 就是說當然就高鴻安自己的 這樣的一個政治的一個生涯的一個規劃 我當然認為他 你要請他這個請辭 我覺得應該還是有一些難度 因為這牽到幾個點 第一個 他對於這個新竹市民的一個交代 第二個他對於他這個案件 他的這個威信度 如果他自動請辭 雖然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對你可能先讓大家有個完美的結局 那接下來讓新的 不管是國民黨讓民進黨 或是讓這個民眾黨 唯一執政的縣市 有沒有可能在持續的一個執政下去 但我覺得可能郭正亮 他們是以這一個 政治的一個角度來看待這件事情 因為你是不是覺得那是請辭的是認輸啊 就我覺得 高鴻安現在是不是這樣的心態 所以打死不辭 第一個你可能會認為說 好像我真的有一點瑕疵 那我對不起我的我的選民 所以我就請辭了 我想大家一般也不會認為說 他就是高峰亮節 覺得他自己沒有太大問題 也不想再沾忍這個政治的一個 世俗的一個事情 所以他離開政治的一個環境 我想這個應該分成兩個區塊 他的一個政治生涯的一個規劃 第二個他對於他自己案件 能不能說服自己跟說服他的一個支持者 我覺得會有這兩個方面的一個考量 當然我覺得大家可能希望說 他請辭之後 因為我想我剛剛提到 第一個藍白未來有沒有可能 繼續在那邊新竹市整合 或者是我剛剛提到 這是民眾黨唯一執政的一個縣市 那民眾黨有沒有需要在這個地方 維持他的一個高能量 因為我想可能高安這個事件 他們有金門啦 讓你讓他老高 我們還是主要因為他好像是個人 加入民眾黨 當然沒有說他這個是這個是屬於這個民眾黨 基本是這樣子 所以我會覺得他們是應該是 從政治層面的考量去說 如果可不可以先辭職之後 讓這個在野黨大家提前來佈局 包含當然執政黨 或許他也會佈局 希望說把新竹市再拿回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兩個層次的一個問題 但我覺得說到最後 我還是覺得他應該還是會 保持現了一個態度 那讓他的邱成遠副市長 來這個代行他的職務 然後呢我覺得他應該是會持續的上訴 因為重點剛剛提到 剛剛他提那麼多 就是說不管是大家對於這個判決的一個結果 的一個想像不一樣 或者大家認知不一樣 那我想當然法官他會做這樣的一個判決 一定有他一定的一個證據的依據 那根據他的證據的一個結果 來做他相關的一個判刑的一個這樣的一個 依據的一個方向 所以我覺得他還是必須要面對在這件事情 不管是剛剛明月有提到 之前有些被輕判的 他說這個他可能是支出大於這個收入 但他的前提都是基本上是有認罪的一個情況 只是他在這個過程中 他是一個行政的一個瑕疵 才有可能用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此工人員登載不實的一個判決的一個方向 他現在是完全不認罪 所以大家會認為說 他台頭打中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過程當中的一個瑕疵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瑕疵也會影響他後面的一個判決 所以我覺得他當然現在一定是 內心是天人交戰當中 現在不只他天人交戰 現在柯文哲特朗也沒有在收來 今天上廣播到底是不是有說錯的 這是不是給卓冠廷影響 是不是跟你打歌詞打書 所以心情也是亂糟糟 等一下回來繼續來看